如果你想要买一款比例型房车 那这款房车的话 我觉得是不得不看的 首先 配一个有双发电机 用电无忧 其次 驾驶性也非常轻松 这个前列 也是一个斗克的进气格栅 英文的车标 贯穿式的 21的大灯 然后 也配有全自动的 铝瓜 灯这一块 也是一个全自动的方式 或隧道的时候 能够自动打开 前后都是有雷达探图的 而且配備的是 毫米波雷达 检测精度更高 在车身的右侧 咱们可以看到 配备两个TNA窗行车 可以打开 后视镜 镜面 也是可以电动调节的 同样 配有360的一个全景可视 配备四个鱼合金的能骨 四能截杀 试电的接口 也可以从心灵源 充电桩 直接取电 那这辆车也是一个 前至后驱的驱动方式 在对于一些 需要爬坡的路面 它的驾驶 起来 还是非常给力 给进的 尾门是一个对开的方式 上方 就有牛美铁后视镜的摄像探口 一大方 是有倒车影像的摄像探口 打开尾门之后 可以看到 这是一款 纵闯上下铺的布局 后面 是咱们20升 黑水箱的舱门 咱们打开之后 全过程中 方向计和降点计的话 都要放进去 有些置物空间 这是右侧 2米5×3米的 这庸棚 拉花这一块 由之前的一个 红色 变成了 相当的一个橙黄色 重力大水口 150升的进水箱 70升的 黑水箱 水箱 清水箱 是放在车里面的 是户外的取电接口 比如说 咱们在这个位置 有个抽搭厨房 在使用过程中 需要借电 或者是需要煮饭什么的 那都可以从这边 很方便的去使用 这款车是配备 一个电动的 也就是说 咱们使用过程中 特别是老人 或者是不太方便的时候 单手操作 非常的轻松 而且打开之后 下方的踏步 是可以 一个粘动的方式 在下面 咱们继续看 是配备电动的排水 和中纹进门的位置 是配有防纹的中伤门 车里面 这辆车是搭载上汽 半辆领形式的 开启发动机 功率 110小瓦 分之6G 375公里 同样 配备的是一个 电子充电动功能方向盘 配备的是一个 法国蒙奇6AT的 变速箱 主副架 都配有安全系统 10.25寸的动力屏 而且是 流露的后视镜 也直接在车上面 得了一个高清的显示 主副架 都是配备了可选择的座椅 这辆车 搭载的双发电机 在怠速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冲到两度电 行车一个小时冲到三度电 同样 在A柱中间位置 是配有一个 GMS的防飞辆驾驶 那这辆车 是配了 DAS 2.0的一个安全包 包含 ACC自身巡航 车踏平均预定 前辆碰空运机 以及自动刹车 而且还配有 ICC的超级巡航 ACC的话 咱们在使用过程中 松开油门和刹车 使用起来非常轻松 那ICC在路面 有标签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 松开方向盘 自动驾驶的 这个应用场景 在上方 这不仅仅只是一块屏幕 这是一个防车智能管家 那么 咱们车内的灯光和电器 都可以得到 有些个控制 配备了GBL的影响 而且这辆车 是可以通过语音 来抠触至车身的 灯光和电器 所以控制的 方式也非常多 这辆车 整个是一个 五座的设计 后面的双人座椅 侧面是配有一个推纳窗 都是可以打开的 上面48伏单准变凌 要内紧安装位置 往后 咱们整理是 纵床的上下铺 上铺长度1米9宽度 70公分 那下铺的长度 1米9宽度 90公分 基本上顺应两个 成年车还是没什么压力的 打开卫生间的门 咱们可以看到 内部固定的马桶 后铺是有一个镜面柜 晚上配有双向的换气扇 那么毛巾架 冷热水的邻居喷头 下面的这种洗手盆 都是基本配置 而且还配有一个 洗漱套装 牙膏 也可以直接放置在这里内部 这辆车热水 是通过尾巴死透的材料来供应 有暖会有热水 热水是其中其有的 往前看过的厨房区域 带盖的洗手盆 1200W的电磁炉 下风 50只能冷冻 从双功能冰箱上房 你看那是微波楼 这都是一些 咱们 利用率非常高的一些 储房设施 那这辆车整个是配了 7.2G 银散前提电池 3000W的充递并一体机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也是非常实用的 更是原厂方式的 畅销车型 好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评论 这边是优优独播剧场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